打造台中市成为温暖志工首都 市府去年事办爱林守护队照顾计划 由爱林志工照顾独居和经济弱势的长辈 而这样的扇行也获得超过300个李林热情响应 像是北区景平里和崇德里的里长 日前就一同前往弱势户家中来探视 希望能够及时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市府推动爱林守护队计划以李为单位 强调服务到家户 而这样的方式也获得各区响应 日前北区景平里和崇德里的里长 就一起前往弱势户家中探视 致赠慰问基因 社会很温暖 也透过这些把我们监建这些所有的 这些爱心的人来把我们监建 我们可以这样做更多 像这国家已经做不少 怕做十多要20走去 透过爱林守护队主动关怀 让经济弱势户和独居老人都能感受到温暖 由区公所提供光怀名册 再由爱林守护队进一步给予及时救助 转介所需的各项福利资源 爱林守护队其实已经开始 在七月份要起跑了 那我们是不只是让我们的队员去受训上课以外 其实我们也会认真的去关怀每一个需要用到这样子资源的里民 整合各局出汉民间资源担心独居长者的情况 北区景平里还特别在独居户家门口设计寻邏箱 有守望相助队定期巡视或是前往送餐关心 不但让独居长者愿意走出家门和人互动 也深获黎明的肯定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